密宗道赤地广论 今天我们谈信二 诗其因理之中 这里有好几段 我们先讲这个 第一个小段 另外第二个大段 跟第三个大段 这里面的文字 不容易看得懂 一样也是扭来扭去的 好像在跳扭扭舞一样 不太容易看得很清楚 但是呢 你注意一下子 这个中哥八祖师在 讲解所有这个 四部法当中啊 他都每一种的说法 他都以讨论的方式来讲的 有他自己本身的意见 还有很多这个祖师的意见 他所以成为一个大 这个集合论者 就是集合所有祖师的意见 来综合讨论 那么前面两段是只要在讨论 什么是自己 什么是无自己 那后面这一段呢 就讨论这个四部 它怎么样子产生的 怎么样产生这一种力量 假如你平常的眼光来读的话 不太容易了解 但是今天我在讲解当中啊 很简单呢 什么叫志气 什么叫做无志气 单单这几个字就很难解释 志气呢 什么是志气呢 我当初在看这个这一段 他老是讲什么是志气 什么是无志气 志气 我想一定是自己起床 无志气啊 一定是别人叫他起床 他才起床 这样子解释啊 你们就会比较会议一点 他讨论这个志气跟无志气 就已经很多了 很麻烦了 我觉得要讲这一部 这个经论啊 真的要很细心 他的思维是很细的 单单志气跟无志气 他就论了很多 你看他这里面讲的 如比诸意中当何所其也 且既行不无志气天 不应道理 你这一句 你就是国学基础很好的人 你也看不懂的 如比诸意中当何所其也 且既行不无志气天 不应道理 实在是没有道理 若不以大日经金刚所灌顶 今为行不则行不不可得 若为行不不可得 若为行不不可得 若行不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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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行不可得 若行不可得 行部是有自取 但是四部里面也有很多东西是有自取的 所以这个也就是说 每一个祖师所讲的不太一样 后面这一段就提到了 后面这一个大段里面就提到很多的祖师讲 有的讲说 像龙门菩萨第二段 以牵手陀罗尼修法 所有自取入之尊及灌顶 这个就是龙门菩萨讲 所有自取有入之尊有灌顶 这四部法 有些是这样子讲 第一段 有影如说四部无至其法及入之尊 事实因而 事实上很多都是没有至其法及入之尊的 但是龙门菩萨又说有 所以他这个就是在讨论 其中很多像阿底霞尊哲所做的 像莲花论师所做的 像这个传位叶基士所做的 很多的讲都是在讲什么叫做自取跟无自取的事情 那么讲了半天 也许你们就不知道什么叫自取 什么叫无自取 对不对 那我刚才我已经跟你讲所谓自取 就是说没有闹钟响 你自己起床 有闹钟的叫做无自取 是因为闹钟的关系把你叫起来 其实这天地之间呢 很多都是自取 也有很多无自取 我现在问大家 这天地之间呢 什么是自取的 有些阴游也是比较久眼的 这个阴游啊 有些是比较久眼的